11月27日上午9点,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二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终审宣判 法院最终认定,李某某等五人强奸上诉一案,二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,维持原判 根据《行诉法》之规定,如果二审维持原判即意味着两审终审结束 判决生效后,如不服从判决则只能通过申诉,但申诉期间不影响判决的执行 海电法院此前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,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某十年 其他被告人十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不等